看到没 这不 前两天带了女朋友去了趟东北大远 成功解锁了脸羊大的巨型马口 和精力旺盛的剧桥 这啥呀这是 但却被一条黑鱼羞辱了 黑鱼一大口接切线了 对 就是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鱼 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好吃 但不知道酸菜鱼其实非常的雄残 专门捕食青蛙 有时候还甚至吃鸡和鸭 可谓是钓鱼人心里的梦幻逐种 回北京后到处打 但钓友要了三个私藏标点 听说能钓到巨型的酸菜 钓友还嘱咐 让我们注意安全 封闭道路啊 走吧 太早了是不是 打黑就是要早点打 现在这个天气 只有早点才有口 可以买了 专门打黑鱼用的雷强杆 钓友今天一共够我们三个点 这几个点都能钓这么大的黑鱼 我弄过去 我似的有点害怕 你怕个屁 这边可以啊 不是 不走啊 就站在这里的 就算钓了你能给它钓了什么样 所以你知道为啥 打黑鱼那么硬的杆子吗 就是为了把它从这种草丛里面拔出来 哇 就哪种小青蛙 它这个防挂的 钓子是在身体里面的 就说像这种草区 它就不会挂草什么的 你试一看 对对对 啊 你没有按的吗 啊啊啊啊啊啊 你扔完之后得按线背啊大哥 不按啊 你扔个屁 我把它挂了 不是挂 你这稍微弹一弹出来 挂了 就 这就是为了防挂而生的 防挂而生的应该不挂啊 不是缠住这属于 皮肤的马呀 你反正怎么能脚壁啊 不是 那这蝉这真不是 这不坑爹吗 我在教学呢 大哥 我给你示范一下 嗯 啊 噻 这地方没好玩 笑死了 刚刚跟钓友沟通了半天 跟我说旁边有个小口进行 我们找了好久 才发现是这个小口 啊 哈哈哈 主要是方圆几百米 就只有这一个口 哎真的没有人带 谁能认识这种路啊 就有一个小河沟 越过那个小河沟再走一段 你就看见水面了 啊 这就是他说的那个小河沟 他说这个潭已经枯水枯掉了 我们穿过这里 往那边走就行了 慢点啊 哇塞 王一波 我感觉我们往这里得钓上黑鱼了 有看到鱼吗 有水吗 哦 看到了 我 啊 看一看一看 咋就没动进来吧 甩了一个小时的大棒 快甩坨就了 一口没有 哎呀 妈呀 没有 王一波 我觉得我们得转换来策略 王一波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观察水面 哪里有翻水的地方 我们就打哪里 不然体力太撑不住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 翻水的地方 哎呀 有个毛线的翻水 看来还是得请教下 钓友怎么钓才行 走啊不 最后一个标点 路上请教了下钓友 所扎水的黑鱼是不要勾 想钓到黑鱼就得远头 我收 这六四三明 不是你那么玩 你不要用蛮力去跑 绕一圈 一个柔的力出去 嗯 嗯 不是 蛤 哈哈哈哈 不堪入木啊 属于 你看这样蹲牛逼 就很远 哦哦哦哦哦 看到没看到没 哦哦快打 哇 呜 这干牛逼 这干有戏啊 我拉回来的路径上面 全是雨在榨水 感觉应该有可能会遥控 哦 哦 哦 看你们听到 看你们光一声 咚一声是吧 超级大声 但是他是不是咚完之后就已经吃完了 哎呀 鼻炎鼻炎 大哥 啊 你这张怎么掉了 鼻炎 我都躲了 全给你吓跑了 就点算废了 打黑这玩意太难了呀 打黑又考验体力 又考验眼力 我眼睛都瞎了 盯着水没盯着 看来还是得爆掉 由大腿才行 敢问有哪位勇士愿意出战 带带我俩解锁 孙菜宇全说亲自下厨 表示感谢 不费 我 那个 的